委员问证,品质低落是行政官员的福气 这个我们就不再讲这么多了 单一选区,选区变小 委员的视野也跟着变小,这也是的确相当的 很头痛的问题。我们现在要请教部长 一路我们的高教啊,从80年代 自由化主义这个兴盛之后,高教自由化 市场化,然后高学费政策一路攀升 结果呢,从民国87年 就学贷款15万多人次到 去年有87万 87万多人次 增加了五六倍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得到高中 值以上的学生,如果这个换算比例 有将近五分之一都是申请助学贷款 那这个助学贷款的里面呢,98%都来自经济弱势的家庭 而且有四分之一的需要,是需要赚钱贴补家用 所以有八成的人还必须要是打工来获得生活费 然后有一成的这些孩子呢 打工的时数超过30小时 比一周在学校念书的时间还要多 但是啊,我们要请教部长 你觉得101年的预算编出来 你们是可以预期101年的景气会更好呢? 还是日子过的未来会更好 要不然呢?为什么在补助私立技专院校经济弱势学生学杂费上啊? 我们已经啊,减少了 抱歉,这个是不是 好 我简单的请教部长 我们号称啊,这个弱势补助福国利民 利多大放送选举到了 可是我们看你的预算啊,101年的预算 补助私立技专院校经济弱势学生学杂费 你减列了两亿五千万 补助私立大学院校院学生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孙子女的学杂费减免 减列了一千万 然后呢,在于这个 补助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孙子女就读私立高中学校学杂费减免 你也减列了一千八百万 那看我们的政府在农委会的编列预算里面 农与会就学奖助学金也减列了三亿多元 我们今天很不解就是说 这个 林委员 让我解释一下 因为你的说法 谢谢你关心 私立技专校院经济多数学生减少两亿五千万 它是一类到新增的中低收入户 及放宽的低收入户的学杂会减免一算当中 所以是一类到过去了 补助私立大专校院学生特殊境遇家庭 你认为你的简列是移到别的科目 你认为你的简列是移到别的科目下 但是你的预算报告里面呢 你在把这边简列的移过去 你放在你的政绩 说你增列了多少钱 我一定要说明 这是误会很大 你的说明 你开口第一句话我就告诉你 你认为你的简列是移到别的科目 但这移出去的科目你现在又在大费周章的 大肆宣传你的政绩 说你在这里增列了多少 原来这里的增列是从这里挪过去的 没有没有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预算啊 乾坤大挪雨 我们希望预算要诚实为上 所以你的移列 结果你的移列变成你的政绩 你宣称你在这里增列 把别的地方移列到别的地方倒再增列 我们要讲教育部长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现在在请教部长 你九月的时候跟马英九总统开记者会 你让我们说就学贷款限制 要放宽还款的期限 我们啊 你还增加加码增列的生活贷款 不要问你钱从哪里来 我们要请教部长 如果念书不用就学贷款 我不用住学贷款 我干嘛要慢慢还呢 我们现在在这里要问的就是 国家在哪里 政府在哪里 蔡英文提出来 国立大学的比例增列到50% 我们要问人民要问 我们不用欠钱 就不用你赏赐给我们 搜索公司率大学的学会差距 这个比较可行 全部大学国立化 这个有它的困难度 我一定要说明 好 保定 我就不花太多时间 因为这我已经讲了很多遍 我现在在请教你 光是看你们101年度的临时和派遣人力 在教育部的派遣人员用了354个 连你们国会联络人都是派遣员工 一个月零五万的也是派遣人力 结果你们的经费编了1亿5770万多 结果占你们整个教育部年度原额的41.25%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教育部的人力运用过于依赖派遣劳工和非正式人员 而取代正式原额 我们在检视里前两年 所谓的22K 这个培育优质人力促进就业 现在年轻人都因为22K给你们害惨了 我们现在要问国家教育部带头用派遣 派遣业的最大消费者是我们政府 你让我们念书的时候阶级巩固阶级不流动也就罢了 你让我们毕业的时候政府带头 把这些弱势的孩子当派遣工用 派遣我们是根据这个聘雇人员的标准三万多起薪 不会是222 以前的22就是你们编的 那时候是金融海啸 而且你们22K是用派遣的方式 金融海啸也可以用临时雇员的方式 而不是用还要被人家抽一吸血 再抽一层的派遣方式任用 我们就不追究说当初刘兆选的弟弟结果因素受惠 冬卫派遣光是任内为了22K 赚了抽了多少年轻人的血 不年轻人要感谢 没有22K他根本连工作机会都没有 那金融海啸大家都无薪假都在做啦 你这句话最有负责任 我把你放到媒体上去播 年轻人要感谢22K 是由教育部部长讲出来 当时的22K就成为现在年轻人的魔咒解不开 不会不会不会 现在经济情况好转 我现在不要再说这个 我要讲的是一路走来 部长始终都没有站在年轻人这一边 结果选举到了又有12年国家来了 12年国家保定 12年国家的核心目的是要做什么 当然是免数日学啊 能够舒缓升学压力啊 提升教育的品质啊 然后城乡机会能够均等啊 维持社会的公正正义啊 有很多的理想目标啦 你觉得最核心是什么 最核心当然是希望提高更有竞争力的下一代 我觉得我要提醒部长一件事情 12年国家最核心的价值和目的 是不是免试入学 你刚刚宣称的第一项叫免试入学 我有六大项 六大项 六大理念 好 我们要告诉你 我要提醒你 他不只是为了免试入学 或者是入学方式的改变 他基本上要更来平衡透过国家的力量 让教育均幽直化 没有错 那言下之意说 提升教育品质 成就每一个小孩 获足国家竞争力 这是我们的理念 现在就是没有 有啊 就是要做啊 没有 所以要做 提醒你 现在的阶级不流动 或是高教问题 已经向下延伸到 从高中就开始 我们的中等教育 其实阶级就从高中开始 就已经开始固定了 所以我们来提醒你说 在这个里面 有存在着 县市城乡差距的M型化 存在着高射精家庭 拿走公立学校 就学机会案 学费比较低 国库今天比较多的 射精差异的M型化 在这个里面 从高中开始的明星高中 存在的学校之间 用入学考试 把优质同彩集中到 少数明星学校的 学校M型化 我们要再告诉你 因为 现在的制度 以升学为上的制度 让国中的半学 以升学校的升学率 作为学校的绩效指标 所以 国家又长年 投资在入学考试的工具 更少了投资 诊断工具案 补救教学资源 所以呢 让我们的国中教育的 让我们这个国中啊 你书念的好的 一路往上爬 老师眷顾特别多 让学生之间呈现M型化 这是不可以的啦 不对的啦 对 不可以 可是我们要问你 12年国家要推 所以 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什么 要有钱 机会均等啊 大家都都有机会啊 如何机会均等 如果你今天 你的12年国家 没有打破 我们刚刚讲的四个 所谓的 精英金字塔结构 委员讲就是我们要努力要做的啦 对 那你没有打破这个东西 你贴一个标签 选举到了12年国家 我们今天要请教你是说 这个跟选举没有关 你 林政党执政也开始就高中子 这个金主委员指望就在做 这是二十年来 立任的部长的努力 不是某一个人的努力 我要告诉你 从李焕以来的 十一任部长 通通要12年国家 为什么没有办法做成 而你今天无庆基 可以破釜沉舟 你认为 我有专业 我有胆识 我愿意负责 我有总统院长背书 我哪有很怕 就是很怕你这样 因为你没有独立的裁员 我们就认为 你的钱从哪里来啊 裁员行政院 保证一定到位 你贏過立改双的部长 你质财 把人的部长都没有任何 没有总统的志气 不是 当年九年国教 我们是全世界十几名 今天我们说穿了 现在十年以下的已经 有六十几个国家 没有钱 然后愿意贴 12年国教 现在世界排行第六十几名了 已经是不能再等了 我 对 我再提醒你一点 刚好也少子化了 是 所以是适合做了 少子化也是时间 但我们要求 部长 教改团体不断的呼吁 我们要独立的预算 有裁员来源的12年国教 对 林委看到去年全国教育会议 多少家长团体要求12年国教 所以不是挂在井 我们现在家长团体 教改团体还告诉你 9月26日开一个记者会 我们要十年两千亿 一年两百亿的12年国教 才能做到刚刚所讲的 四个金字塔结构的打破 对 执政团队要求做 他就会达到 我们会努力 我们要求要专属裁员 部长 有专属裁员吗 我赞成 我赞成 你赞成一年两百亿 那钱从哪里来 行政院就会想办法 好 那你要请募我们 你一定会筹出 独立的专属裁员 不能再从高教 其他的宗教 國教里面 苛刻我们学生排挤其他预算 可不可以 可以 不会排挤 但是你在做的时候 恐怕你也没在做部长 人民最怀怒 现在做官 为公公的 人呐 下一任上来说 那不是我 然后人民要找 那个算账的人 他也已经不在那个位置了 12年国教民进党执政也曾经努力过 12年国教 为什么没有做 就认为你要做就要做 对的 而不是假的 貼标签 那当然 一定要做 我刚刚讲过 九年国教的时候 我们世界是二十几名 好我再讲最后一句话 现在已经六十几名了 从我刚刚讲高教到现在宗教 学费的问题 生存的问题 到现在十二年国教问题 加上 我没有来得及谈的 幼教托二 幼托的问题 都来自于一个最恶心 国家要找出 专属的财源 透过国家的力量 是 然后教育要公共化 教育要国家化 那我再提醒你回去告诉你们老板 向富人征税 富人一直减税 财政没有了 没有钱了 客客高教 客客宗教 然后国教也没有投资 这个国家 教育的失败 就是未来国家的隐忧 现在教育的失败就来自于 没有钱 教人家怎么办教育 教育没有失败 教育有这么好的竞争力 教育就是没有钱 无法办教育 另外你不能这样讲 台湾能够今天竞争力靠教育 教育并没有失败 谢谢你关心 好 好 我们接着请